一日中共无人机TB-001才穿越宫古海峡 被日本自卫队争获公布 8日这天TB-001更直接飞越海峡中线侵扰 国防部首度证实 并公布争获共击45架次 共建7艘次 其中25架次越过海峡中线 TB-001号称双尾蝎 是中共现役最大型无人机 最大航程6000公里 续航35小时 可挂载不同形式的飞弹 及雷射导引炸弹 时间点敏感 全在美法国会议员访台之际 不过学者认为 军事因素大于政治因素 未来无人机和传统有人机的组合 会越来越常见 面对中共持续武力扩张 国军除了向美国采购四架 可以挂载飞弹的MQ-9B 海上卫视无人机 也持续测试国产腾云无人机 捍卫国家领空 新唐人台电视 曾义豪 詹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